一開閘時前面快的內蘭位置精算律然中間創出雙擊珍珠有利 前面還有幸運歡笑 再在外面就是這個金綠 中檔位置還有靚猴王 前面有鳥小子 外面還有這隻萬事勝大外套武林高手 後多少內蘭位置玉城群區 再中檔位置才有景優秀、竹木等 側上一堆包了諾米安尼多 轉這個八百米彎 前面帶頭就是創出雙擊第二位萬事勝 再看到內蘭有精算律然 外面就是這隻武林高手 第五位橙衣、橙帽 就是幸運歡笑 再後面有金綠 內蘭位置淺藍衣 就是珍珠有利 後面還有靚猴王 和景優秀 脫了折後面那一堆 有了小子安尼多 入正中有直路 創出雙擊漸線 萬事勝和武林高手一齊上來 金綠幾個戰報在中檔 最近賣便沒有位置 幸運歡笑 再在外面追 還看到一隻靚猴王 最後百多米 金綠漸線 賣便 有幸運歡笑 找到位了 再在外面上來 還有靚猴王 最後五十米 靚猴王直追金綠 賣便位置 幸運歡笑 接近終點了 金綠依然去佔支 靚猴王已經飛越近 過終點一步 相當近了 金綠靚猴王要拍照 第三名 有珍珠有利 幸運歡笑很近 以為出了頭是這隻金綠 看拍到很有機會 靚猴王 撻著了 終點前叮噹碼頭 看看哪翼 有機會贏了 幸運歡笑第三 第四 珍珠有利 我看就好像是金綠 這一步就是靚猴王 看看很近 大家都很緊張 很緊張 看上去就只有四號 都是一四 這隊拍照 第三名就是三號的幸運歡笑 第四名是十號的珍珠有利 看看今場 四號的金綠 2.1倍的大熱門獨贏 一搭四的連贏位 都是大熱門獨贏 3.1倍的大熱門獨贏 都很有質素 短馬被位 頭二馬的距離 9秒32 四連環方面的預計派賽 派223元 真是那三匹 進來了 好了 騎士王方面的預計賽果 提早封王 恭喜偉達 五十分 直分 到第十場賽事 除了潘頓喜馬之外 其實用天爬馬房都喜馬 偉達彈開了 所以他第二演足夠贏 是啊 除了領後王之外 其他對手比較參差 但是他是彈甩的 他四上三班 他彈甩這些馬 所以其實那個眼罩好像都很大幫助 他本身的底是的確厲害 嗯 但也有一段時間 不知道什麼 是拖慢了 進度 又不遲 出賽 你這麼快知道他很想說 很厲害 他已經猜到你想什麼了 是 我不知道 你說了他想問什麼了 已經 恭喜 其實見到這場的靚猴王 入彎前已經見偉達在騎 啊 這馬也挺慢 他也追得很好 他也很美 他也網空了 三和四歲有一點分別 三和四歲 嗯 是 跑多跑少也有一個分別 因為你的金鹿 其實你也是由BB班開始 你也是Gryphon班開始 新馬賽事開始 他也是由那裡開始學習 但是他新馬已經是贏 一個項位 現在是短馬頭位 所以現在輸給金鹿 金鹿已經兩邊了 你看看 這場馬 金鹿就一組 大家在隔離檔位了 嗯 是啊 一個八檔 一個九檔 是 是 好了 現在擺的位置 金鹿就在開邊 阿靚猴王 跟著珍珠又來 其實相差一個馬 轉彎的時候 其實金鹿還有少少側頭 在走規方面 這裏出現了少少驚險鏡頭 哇 安尼多在尾二位置 走規很不規矩 加上很搶口 還有竹目 現在包尾 竹目 對 好竹目 當然今天精算律然 抽過一檔 很主動守住博薛偉 回來也有得鬥一下 進來了 進到直路了 金鹿 潘隊忍多一點 知道後面那隻是強的 強的 先走 走啊 都知道了 逐步上來 偉達都很厲害 騎不夠 整兩邊提提 要加快了 可以 他有反應 是嗎 終點前 差一點 有些運氣 一定有少少運氣 是 第十場測試 複榜完